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美国新闻 近日在底特律出现了一美元别墅的同时 美国全国房屋市场却呈现出总体复苏的态势 尤其是华盛顿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 房屋价格攀升的速度更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那么在这个时候投资美国房地产是不是明智之举呢 我们来看记者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近期数据显示 美国楼市已经开始缓慢复苏 根据标准普尔公司发布的房价指数报告显示 今年1月份美国大城市房价涨速加快 达到同比上涨8.1% 涨幅创2006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的最高水平 然而各个地区的楼市复苏水平却参差不齐 根据美国大都会地区信息系统MRIS今年2月的数据显示 华盛顿特区的平均房价在去年12月就已经达到34万美元一套 大大高于1月份数据显示的16万美元一套全美房屋中间价 房产经纪人表示 自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投资者来美国投资房产的人数呈逐渐增多的态势 专家建议中国人在美国买房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 投资商业用房的高端投资占一定比重 第二 为了子女在美国念书的学区房比较受欢迎 第三 为了享受更好的环境与社区服务来美国置业的半退休状态的中国人逐渐增多 无论是哪种方式 投资房地产者都需要慎重考虑 因为投资美国房地产非常的复杂 在美国买房除了房子本身的价格 还要考虑诸如房产税、地税、社区税等种类繁复的支出 如果这些支出比把房子租出去获得的租金收入还要多 就意味着没有净利润 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从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低谷中慢慢复苏 但是现在是否是投资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最佳时机 恐怕还需要考虑注入房源以及投资类型等因素 投资美国房地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到底是应该投资像底特律那样的经济停滞地区的低价房源 还是应该投资像华盛顿地区这一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高价房源 到底是应该投资商业用房还是住宅用房 恐怕都需要投资者实地考察才能做出相对合理的判断 国际卫视记者综合报道